哈喽大家好 今天阳光明媚 我要出门了 所以时间比较紧张 就跟大家聊一小段 弄个20分钟左右的 未来的24个小时 可能我还是会比较懒惰 因为我在路上 说老王去哪 不瞒各位说 这是不敢去台湾 本来是春假带着孩子们去台湾 享受享受地道的台湾美食 结果想了想还是算了 我就要去台湾 我自己去 改成哪了 改成夏威夷去了 我一会就飞到潭香山去了 Honolulu 潭香山 我承诺大家一个事 我去看看张学良 我去看看张学良将军的墓 张学良将军的墓 就在夏威夷的潭香山 因为他晚年客举于此 终生都没有再回大陆 也没有再踏上台湾半步 这个说来 我以前不能理解 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他 因为学良将军 虽然一生大事 闭糊涂 但是这个人 那不是坏人 他是有 怎么讲 就是他IQ比较低 IQ绝对是 没及格的那一类 但是生下来给的加持的面板属性太强 所以他就把整个国运给耽误了 他晚年想来想去 可能也是后悔备至 人都有一个耶罗归根的情节 那么他晚年之后被共产党这边捧为民族英雄 那你说他能不想回谁 再去看看吗 他肯定还是想的 但是终究未能成行 据说坊间传闻 这个传闻可靠性非常高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人传 这个坊间传闻 他在江泽民时代 他是想回去看看 但是 徐良将军 他不是IQ不够吗 所以他希望张月亮 他希望江泽民正式三请他 也就是我不去 我不去 然后说好了第三次行了 我给你点面子 结果没想到 这个长者不给他面子 长者就在 檀香山住着 长者那时候访美 就在檀香山住着 这个本来 张月亮是希望 跟长者促成一下见面 然后就是三请之后 就回国看看 据说啊 这长者没吊他 所以呢 他就是没这个台阶下 找不着台阶没回去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是我听的这样 一个很可靠的房间传闻 那我这次去呢 我开车去看一圈 那个有夏威夷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这个有可能咱们能见着 咱们能偶遇 我肯定会去Costco的 Costco 我肯定会去Costco的 然后我基本上就在 潭香山活动 也不会再去其他的地方 我不想他们一去 夏威夷去15天 有各个岛 转个遍 我就基本上就是 毛住一个岛 以前是特别爱去贸易 贸易 那个就烧坏了的 那个小镇 那是我最喜欢的 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里边 有个海鲜披萨 我去 那是我吃过的 这世界上最好吃的 披萨之一 绝对能排得上 我见过这么多披萨店 那家店能排进前三名 烧的白地不剩 所以呢 贸易呢 就意义不大了 这次就去 潭香山吧 因为正好啊 孩子们也喜欢去 潭香山吧 他有那个 有那个迪士尼酒店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不是出门 接送小孩 都归我了吧 我们家孩子他妈 被我给传染了 所以呢 我呢 经常出没于小学附近 我搬到这个区 掐指一算 也得有个将近十年了 啊 没有十年啊 夸张了 我想想啊 我 差不多呗 呃 搬到这个区 都有 没有十年 有九年了 我刚来的时候呢 华人占百分之三十 西人占百分之七十 印度人几乎没有 百分之十都没有 呃 这是我十年以前这个我居住的这个区的状态啊 那个这个状态的人种比例是完美 完美 作为华人来说完美 作为白人来说可能已经不觉得完美 但是作为华人来说完美 因为百分之七十是白人 西人 他的素质相对来说就是高的 因为他是呃 继承秩序的继承者 以及他们祖辈的志趣创立者 所以他们对于呃 白人主流社会 对于这个区域 为什么这么立法 以及大家怎么去呃 默认去遵法 是了如之掌 但是随着最近这十年的变化啊 尤其是最近这五年 疫情以来的变化 呃 现在呢 白人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啊 倒过来了 华人和印度人一半一半 就是华人大概百分之四十 印度人大概还有百分之三十 就成为了这么一个区域 但是这个印度呢 就是相对来说种性比较高的印度啊 就是属于印度人里边的人中龙凤过来 但即使这样呢 呃 华人和印度人呢 也表现出了呃 令人不舒服的一面 那么我这两天具体接送孩子 我发现了这么几个变化 以前是绝对没有这种情况的 绝对没有 第一呢 就是我们这些内街啊 学校附近的内街 呃 英语叫drive way 就是双向两车道 但是没有红绿灯 只有交通牌 呃 有一个学校标志 这大家都懂吗 然后接送小孩的时候呢 家长会自动的自觉的靠边停 啊 两边都可以停车 靠边停 一辆 挨一辆 那有的时候呢 有的家长接了孩子之后 人家就走了 孩子出来的早 人家走了 孩子出来的晚呢 就呃 继续在那等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本来排的 放学之前排的紧紧的这么一个车道啊 就是停 侧向侧方停车的这么一个车道 就会出现像巨尘一样的空间 大家理解吧 因为早接到孩子的人走了嘛 有的时候这个空间还比较大 连续两辆车的空间 这个时候 我见到了一个华人家长 这个华人家长应该岁数有六七十岁了 岁数很大 呃 他接的是海 儿子还是接的是这个孙子 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六七十岁的是儿子 娶了一个小媳妇过来的 因为都有钱嘛 带着个大金链子 长得跟他们的 长得跟武大郎差不多 啊 小小个一个六七岁一个老头 一看就是个混道的老 这么一个老混混 他呢 他就喜欢倒着把车停进去 因为大家都是靠右行驶 所以在停车的时候 大家车头都是冲钱的 这个老混混呢 每天来的晚 他估计住的小 小学附近 所以他只要看见对象车道有个 有个车位啊 他一个左打轮 他就给他头朝后 屁股朝前 他就插到那个空位上 他认为这种情况 没有一任何影响 这是他认为 因为他理直气壮的 那我也能理解他 因为在中国基本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大家停车 周围都没有人 尤其是餐厅附近什么的 周围都没有人 那么停车 靠路边停车 正好呢 你这个时候 你懒得掉头了 你就直接扎到那个对象的那个停车队里 反正你也没有影响车流 你也不会影响其他人开进开出 但是在这边 在西方 在加拿大至少 没有人这么干 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做个U-turn 做个掉头 再停进去 那作为他来说 他为什么这么干 因为他担心他掉了头以后 第一人来人往下雪时间 不方便掉头 他要掉头 他得走好远的地方去掉头 第二 他担心他掉头以后 可能这么好的位置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卡 扎进去了 这个就是 我看见他一停这么一回 但那天我是着急去接小孩 我就没管他 以我的脾气 我一定会管他的 我一定会说你不能停在这 你不能这么停 我们来移民 不是为了干这个 不是为了把这变成中国 所以我们才来 这个比较文明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要还这么着话 那你不如回中国去 我一定会不给他面子 但那天 因为我迟到了 所以我匆匆走过去 等我回来 他走了 然后第二天我又见着他了 但是第二天 他没这么干 因为第二天可能没有这个 我现在我在等着他 因为放春假 等过完春假 我还会继续接送小孩一段时间 我就盯着他 如果他再这么干 我马上抓他一现行 我还给他拍下来 我给他上到YouTube上 我就扫着扫着扫着 然后这是一个情况 让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约定俗城 那个消防栓周围三米 不能停车 他的路边都有消防栓 我们各个城市 消防栓颜色不一样 有地方是黄的 有地方是绿的 有地方是红的 大部分地方是红的 那消防栓周围 是三米之内 是不能停车的 就是不是说 一米五 一米五半斤 而是消防栓起 那边三米 这边三米 不能停车 为什么 就怕出交通 出火情意外的时候 人家救火车要来取水 你把那个东西给挡住了 把那个地方 但是现在消防栓周围都停着车 这个也是最近这两年的新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路口的三米之内是不能停车的 就是从学校出来 接了孩子 咱们不是有个右转弯就上路了吗 那个右转弯的路口三到五米之内都不能停车 以前15米之内都没有车 因为那个15米之外 有一个停车的可以停车的标志 15米之内是没有可以停车标志的 但是现在那总停着两辆印度家长的车 那我呢 摁喇叭 我有一次 因为我开到那的时候 我人在车上 我摁喇叭 我跟他比划 这个死印度家长 不但不以为耻 还以为为荣 还以为我在跟他打招呼 还很nice的跟他打招呼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素质问题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要想管他 我只能把车停到边上 走回来管他 我看白人家长也好 本地老白人家长也好 华人家长也好 基本上都不愿意说这个事 就是瞪他一眼就都走了 但是这个印度家长 大概两个印度车老是停在那 车都很好 都是那个 印度人喜欢开路虎 大路虎都是 这个就是我感觉 就是这个社区素质在逐步下降 逐步下降 那么 我总结了一下 也是我的这个早期的观众网友给我总结一下 就是中国人在国外旅行 常见的不文明现象 不当然也不包括旅行 包括移民也行 那么我总结一下 给大家来聊这么一小段 大家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那么咱们要是素质高点 咱们是要像耶稣一样 要像我耶一样 要像宇宙主佛一样 爱是人 神爱是 孩子你不能停在这 这不是停车的地方 上帝会原谅你的 对 这样一个心态 对不对 和陌生人不敢目光接触 这点在亚洲各国中也有不少 但中国人最严重 特别是目光相遇时 也毫无表情 对方朝他微笑 他也没有反应 其他亚洲人基本会回忆微笑 只有中国大陆人不懂 这就是因为大陆人 陌生人之间严重缺乏礼貌 礼让所造成的 完全没有了礼仪之邦 这一条啊 感受颇深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纽约 洛杉矶的Donta 这一条也不适用 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压力造成 这不是人种的问题 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彼此之间的戒备 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安全 不安全感 所以呢 在我们这样的这个移民之后 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peaceful 非常安宁的社区 大家确实是都礼貌打招呼的 尤其是华人 也会慢慢学会 那我们就彼此提高吧 反正现在我都是主动打招呼 无论对方是华人 还是老外 还是印度人 我们都是你礼貌的打招呼 二 公共场合说话声音较大 比较没有考虑周围的人和环境 这个情况是网友总结的 但是我客观的讲 我感觉现在我们出国的中国人 这一点特别好 我在温哥华已经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很久了 就是大声说话的 有 但不是中国人 绝对不是中国人 反而是当地的teenager们 就是当地的小白小孩 什么 他们 可能会声音大点 反观我们中国大陆的移民 大声喧哗的 什么 随地吐痰的 就没有了 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我不认为这一点是个问题 第三 没有身体距离概念 公开场合前后左右 有人的时候 不注意 很容易碰到撞到别人 但是碰到了之后 也没有察觉 也不知道要说一声抱歉 在公共场合 尤其是包括超市的通道里边 推着购物车的时候不注意 只管看自己买的东西 而不观察周围有没有人要走过去 不懂得主动让道 一直要等到人家说对不起 Excuse me 才明白让人 这个时候甚至都没有反应 在公共场合 比如超市的走廊里 当别人站立在那看货的时候 你需要从别人身后过去的时候 很多中国大陆移民或者观光客 就直接挤过去 这是很不礼貌的 其实要说一声抱歉 然后跟对方做个衍生交流再过去 这一点总结的非常好 中国大陆因为人口众多 尤其是超市 人挤人 人挨人 所以真的没有这个概念 大家都是习惯了 就觉得 你弄一下 这个就是其乐融融 但是在西方 确实是在超市里边 你推购物车的时候 你要不停的观察周围的人 不光是小孩 大人也是 成年人也是 当你要从他身边过去的时候 你要早早的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这个一定要记住 基本上很多中国大陆老移民都不知道这一点 好了 下一条 在餐厅剧场 从吃饭五分钟左右吃完之后 就开始在游轮的餐厅里边窜 人家服务员端菜 就从服务员的裤裆脚底下乱跑 其实既不文明也不礼貌 但是游轮的服务员非常nice 也不说他们 微微微笑过去了 然后其他的客人 无论哪个族裔的 都是安静的吃饭 但是心里边都不满意 这个都是让人扫的谎 学会让孩子安静的看iPad 或者看书去等待 这是中国家长特别大的一刻 在公开场合如何控制孩子 人家说孩子 他只是个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管他 你看高铁上 经常一位小孩吵闹打架 在国外不是说没有 基本上很少很少 都是奇葩才有这个情况 我刚来那一年 给我最大的一个触动 就是我跟早期的 我的急子营铁粉们讲过 就是十年以前给我的一个触动 我刚来的时候 温哥华加拿大的国家运动是冰球 温哥华有个队叫卡纳克斯队 就是加拿大人队 我在那个时候 我们家还没有老二老三 所以我就带着老大 老大那时候大概四五岁 带着老大去参加 卡纳克斯举行的儿童见面会 那场活动 大概四岁到八岁之间的小朋友 全温哥华大温地区去了 至少有四百个这样的小朋友 加上他们的家长 就将近一千人 冰球运动员们表演了表演之后 就开始在大餐厅 就是那种自助餐厅 大家吃吃喝喝 然后卖一些签名的帽子 签名的衬衫 然后跟小朋友们聊天 队员们跟小朋友们聊天 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四百个孩子 鸦雀无声 就跟大人 四百个大人组织的那种高端活动 是一样的 弟兄们不要忘了是四岁到八岁的孩子 三四百人 挤在这里 居然没有闹 没有哭 没有叫唤 没有跑的 这个真的是冲击到了我 那个是十多年以前 所以我就感觉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文明 很文明 就是孩子们 你看他四到八岁 跟小大人是 非常像小大人一样 拿着自己的纸盘子 去加一些菜 加一些饭 安安静静坐在桌上吃 吃完了之后 进行一些social 社交性的交谈 然后排排队 在自己的喜欢的球员前面 那个桌子前面排队 拿着帽子让球员签字 这个 这你要在 反正在十年以前的中国 不可想象 你在北京 包括北京这么文明的地方 四百个小男孩小女孩挤在一起 我去 那这不是挑房盖吗 好了 下一条 大陆男人基本上没有发型 都是平头 看上去土的吊渣 从小没有培养注意形象 男孩子起来 头发翘起一脚 像个阿童木 这点要表扬老王 发型胡须很整洁 不少大陆女人 头发油腻很邋遢 大陆女人很多黄脸婆不化妆 连口红也不涂 特别是来自一线城市以外的 家庭条件比较差的人 在北美女人不化妆问题还不大 但整体也不能太邋遢 现在的时髦有钱的大陆年轻留学生 外形好了很多 但个人卫生也不好 很多人不每天洗澡换衣 身上靠近就能闻到体味骚臭 女生整理头发 不能在周围有人的公共场合 男人有剃叶毛 没问题 男人剃不剃叶毛 没问题 但是发现很多大陆 土女人 叶下毛不剃 夏天穿无袖衣服非常不雅 在北美可能问题不大 但在亚洲其他国家 基本上会被人耻笑看低 在北美问题也挺大的 就是这次我在拿性教的推特上 经常跟大家开玩笑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形象 这个不是说为了别人看 有很多人说 我今天要不出门就算了 或者说我出门又不是去相亲 就算了 这个就是你不能乐他猥琐到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礼仪 仪表 depend on 基于我今天出门是不是有目的 那你刷牙洗脸 为什么也不省啊 你为什么把衣服也也省了算了 你就直接就背心裤衩 晃一天算了 就是为什么 你不是还得穿点衣服 为什么 因为你要有廉耻 这个廉耻的高低 决定着人的文明 你这个底线太低了 下线太低了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投行 难事 我身边的这个 有些朋友 就我身边这些邻居 或者我的这些文化本地朋友 很多都是亿万富翁 都是大老板 几个亿 包括加币存款的都有 但是你说那个阿通牧超级赛亚人 那个投行 唠唠唠唠唠的 说句不好听的 这种人一般还都开好车 哎 你看他没有钱理发 舍不得花这个钱理发 休须 哎 他舍得花钱买一辆路虎 买一辆大忌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啊 就是你 你能不能先把小地方收拾收拾 还有这个女士 夜毛阴毛是要剃掉的啊 男士 有一会我说男士 先说女士 夜毛阴毛剃掉 这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礼仪 我不知道你们去不没去过日本 亚洲文明看日本 欧洲文明看英国或者德国 你在英国德国法国的上流社会 你去洗桑拿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男士的下体的话 都剃了毛了 现在都剃毛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现代文明 我在推特上讲 我说大家能不能把下边毛剃一剃啊 你要不想剃的话 你就要修一修啊 你想修一修 对不对 你看我这胡子是修过的 不要弄的跟他们卤制绅士的 那个是什么 有的有的人还跟我降嘴 说底下有一朵毛看着才叫性感 哎呀 呃 你住在树上 呃 不洗脸 不洗澡啊 你你能从这带这个狮子来 那个更性感 那更性感更有野味 嗯 对不对 所以人毕竟已经前进了 已经进步了 能不能学点好啊 不挨饿了 所以这些把别人看到的自己的部分打理好 也把别人看不到的部分打理好啊 还有就是男士 男士的叶毛 修不修无所谓 呃 剪不剪无所谓 但是呢 一定要修整齐啊 叶毛 呃 下边的毛啊 就是这个呃 阴毛 我建议男士也修理整齐啊 也修理整齐 或者干脆刮掉 而有人说哎呀 刮了以后渣渣的像叔叔子 废他妈话 谁让你每天 你要每天 你就像刮胡子 修修脸一样 你还能他妈的刮一次 半个月不再刮了吗 这 还是不文明啊 你们可能接触这些文明东西还少 但是如果你们移民到了日本时间 太长了 你们一定 我日本的观众一定有共鸣 那包括呃 欧洲的老移民一定有共鸣啊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哎呀 或者是毛茸茸的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文明 还说哎呀 我们中国人身上没有体味 羊羊身上好有好好有味道 那是因为你久在鲍鱼之四 而不闻其秀 中国人不爱洗澡 身上有股嗦味 就是所谓的老人味 我现在去呃 中国人的别墅 就是尤其是上点岁数了 中国人不不不分他的社会地位啊 有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很高的大学教授的 我进他们家 我受不了 有一股美舞味 你说不清那个味是从哪来的 然后我呢 就告诉所有的中国大陆的移民 如果你们的房子老了 或者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异味 你们一定要用那种吸味剂 在加拿大轮胎店 在home depot 在任何一个沃尔玛 你都可以在房车的那那个用品区能找到这种吸味剂 有挂在衣橱里的 有放在桌子或者放在那个地板上的那个 呃 小像个看着像个小盒子一样 一面是可以撕掉塑料膜的 撕掉之后 他就会把整个房间周围的空气净化的非常干净 然后一个月到两个月换一次 你的房间里边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啊 这可能是用石灰做的东西 也不贵 两加币一盒 一元店也有 Dolarama也有 Dolarama Dollar Tree也有 那就便宜了 1块5一个也好 也挺好用的 因为就是石灰嘛 他收集完了底下半盒水 然后你连水袋盒扔掉也好 你舍不得扔那盒 把里边东西扔掉 然后盒洗干净 再放新的refill的那个包装的那个大石灰粉 里边有有的时候 还有薰衣草的香油香精在里头 呃 能让你的房间味道非常好 这个是文明啊 大家学着点 因为这个家里边有衣味 身上有衣味 呃 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不不修蝙蝠 包括他说女士出门不修蝙蝠啊 勒里勒特呀 这个都是嗯 就怎么办呢 就是非常难改啊 其实非常容易 但是又另一方面又非常难改 下一条啊 还有一条啊 就是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男士上洗手间 尤其是公共卫生间里边 男士和女士共用的那种马桶 没有男士站着的那个小边的尿道 男士尿尿一定要蹲 蹲在马桶上 就是坐在马桶上尿啊 一定男士要坐在马桶上尿 不要站在马桶对面尿 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关键 我已经呃 这样做了将近二十多年了 我是去德国学会的 我二十 我一九九年两千年去的德国嘛 我二十五岁学会的 因为那个那个年代 二两千年的时候 德国德国满大街的 那个那时候还没有欧元 那时候在用马克 满大街的公共厕所是会收五十分马克 然后德国的公共厕所 一般是收钱的啊 五十分马克 然后你就进去 有一个看厕所的 然后每个厕所 那个看厕所的都会给一个小厕 那时候他们正在推广 然后进去之后 那个厕所门口 他也贴着大贴纸 就是告诉男士要坐在马桶上尿尿 然后画着卡通 就是为什么这样不见出来 然后女士下一个能用 文明一小步 就是进步一大步 呃 这个就是当时两千年时候 德国正在干这件事情 现在德国人家不用了 因为德国的男人都已经习惯了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就要什么 招文道西死可以 三人行必有我失 见贤思齐 见着好东西就要学 不要用那么多偶像包袱 我马上就学 学回来中国以后 我向所有人的推荐 包括向我父亲推荐 我父亲说 不能那样 男的那样的话 你时间长了 前列线都坏了 我现在前列线一点都没坏 我父亲前列线坏了 就是为什么 就是一派胡言 坐着尿尿和站着尿尿 对男生没有任何健康影响 我已经坐着尿尿 25岁到现在 24年了 25年了 我会站着尿尿 我都没会25年的时候 对吧 你谁他妈 刚生下来 你就会站着尿尿 那学站着尿尿 小男孩都在四五岁 才能学会的 所以我坐着尿尿时间 已经超过我站着尿尿时间 我的下身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身边的女士非常幸福 我们家非常幸福 反而什么 爷爷老爷一来 我们家的女士们就特别的头疼 因为他们就是不学好 怎么说也坚决不改 他们就是耗炼费了 就是重炼 只能 但是我们下一代 我们就要告诉他们这一点 好了 下一条 不懂得如何打喷嚏 很多人要么往旁边地上打 要么用手摁 而不懂得正确方式 正确方式是 扭头 向自己的上臂衣服 把嘴按住 然后或者用纸巾摁 如果正巧用手按住之后 要去洗手 我经常看到 大陆城市里 很多大人父母 打喷嚏用手按了 然后就在身上擦一擦 然后还去牵别人的手 牵孩子的手 恶心至极 这是一个上海朋友总结的 可能是 下一条 公共场所开门 不为后边马上来的人挡一下门 男女二人同行 是否为女人开门 和让他们先走 这两点 很多人在中国大陆没有做到 我以前节目里边说过 要有这样的习惯 至少在我们温哥华 基本上所有的男士 都知道为后边的女士开门 包括餐厅里边给女士拉凳子放进去 当时还有杠精说 我也在温哥华 我怎么不知道 你继续在那种华人扎堆的打工的地区 打黑工 你永远都不会接触这个环境的 人要见闲思奇 不是说你看不见 就没有 那是因为你的社会层次太低了 你回中国县城里 公共厕所里边还没有隔板 我怎么不知道公共厕所还有隔板 大家不都是比屁股吗 对 对不对 你往后比 对不对 你要往前比 知道吧 中国人很多 特别是成年人 经常在公共厕所抠鼻子 应该常备纸巾 不要在公共厕所整理鼻子 抠鼻屎 其实鼻子痒的真正原因是这些人的鼻毛从来不修 市面上有卖鼻毛修剪器的 应该一到两周修剪一次 没错 尤其是男士 我看有的时候男士 有的男士的鼻毛都滋出来了 真的是没办法 但是好处是我看现在中国大陆 鼻毛修剪器也非常普遍 包括淘宝上几块钱非常好 还有圆的 不伤鼻子的非常好 所以养成修剪鼻毛的习惯 然后最后一条 他总结了十条 最后一条就是对野生动物蛋白质的爱 走到哪都要吃野味 这个太能理解了 太能理解 我去年夏天接待从中国大陆来的我高中同学 素质非常高 素质非常高 到了我的船上就要吃螃蟹 就要钓鱼 大家知道我这个人 其实是我钓鱼钓的非常好 我出海钓鱼 可以说就是没有几个人能钓得过我 但是我基本上不钓 为什么呢 就是你要钓的话 你就钓一条够自己吃就得了 包括我农场就有三文鱼 大家看见过吧 我不是得瑟过吗 每年十月份 我农场里面全是三文鱼 但是我只钓一条 够吃拉倒 吃完了就得了 因为你天天吃你也烦 但是我中国包括我的亲属 我就不点名 我长辈 只要三文鱼来了 他就像是长在农场里面一样 一天允许钓四条 他每天他不把他额度钓完了 他就活不了 你知道吧 就是他是我长辈 我没办法批评他 那你缺的吗 你说你退休金那么高 你每天掉四条 天天去 弄的冰箱里全是动三文鱼 动他们半个月 三个月都没人吃 到处送别人 合适吗 这样 所以中国人都这个德行 明白吗 包括我这个高中同学 素质那么高 在北京社会地位那么高 非得要吃螃蟹 大的小都要吃 我说大的咱们留下 小咱们扔回去 不行 不行 就是一定要吃 就是感觉 就是不吃的那个螃蟹 他妈的那个螃蟹 有那么好吃吗 所以你想吃 你去大同华买 那不更好 更干净吗 因为商业捕捞是在深海掉的 你这暗摊的 我不建议大家吃 包括在温哥华 你没看 你别看温哥华的水清 海水非常清 但是城市周围的海水 还是脏 生活污水毕竟会污染 那个螃蟹是什么都吃的 你吃这个螃蟹干什么 你要真想吃 你走远一点 或者你去超市 买那个商业捕捞的螃蟹 他们都是离海 海岸非常远的地方打的 五公里十公里以外的海域 它是比较干净了 所以你不要这么没出息好不好 这点不光是中国人 意大利人也没好哪去 我那个船的隔壁 我那个船的码头底下全是螃蟹 都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我带孩子玩 我把泄笼子直接从码头扔下去 然后 我一点不夸张 五分钟 你数五分钟 满满一泄笼子 全是螃蟹 里边至少三十只 当然都很小 不合格 带孩子玩 大家抓出来 再把它扔回去 孩子们非常开心 就非常开心 自打我的船旁边的船屋 搬进来一家意大利人之后 已经连续两年 他们家搬来两年 这两年 我带小孩想逮螃蟹 逮不着了 不要说 我放一只整的生鸡下去 20分钟以后拉上来 里边最多有两只这么大的小螃蟹 以前是满满一龙五分钟 为什么 我怀疑他吃 因为那个意大利人特别爱吃螃蟹 一到夏天就带着螃蟹笼子出去逮螃蟹 我怀疑他把我们码头底下的螃蟹都给吃光了 周围五百米见不着螃蟹了 现在 你说你至于吗 第一那螃蟹都很小 它也没什么肉 第二 码头底下多脏啊 那码头多少船 几百艘船 集中停在哪 什么机油啊 生活无水啊 少不了往里边排 对不对 你这个洗船的那个泡沫不就都进去了吗 刚刷好的铜质船漆 那个铜离子不都进去了 哎 你在他吃这个 这乖 所以呢 这个对于野生动物和蛋白质不要那么偏爱了 咱们还是吃点人吃的东西啊 别一来了之后就是逮螃蟹钓鱼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人家老外买个游艇出海 人家是享受阳光 享受沙滩 享受在海上BBQ的时光 跟大家喝鸡尾酒游泳 你看中国人只要他借你的船去玩一定要去钓鱼 而且这个过程中要是不钓上来个几十条鱼 几十只螃蟹 他都觉得这次出海失败了 这就是素质 这是素质 包括进山打猎啊 什么都是一样 这个就不说了 估计也是耗炼费了 慢慢炼吧 我的就是我的船 就是以我 我以身作作 来我船上的人一律不让钓鱼 小孩可以 我给你个钓鱼杆 反正你也钓不上来 小孩那钓不上来的 给你个鱼杆玩 大人 不可以钓鱼 想钓鱼找别人船 找别的华人船长 专门租船出去钓鱼的 我这不接待 我备注一下 华人船长在温哥华 至少是在温哥华 我相信在北美 其他城市也是一样的 花钱租船出去钓鱼 全是违法的 全是违法的 你们全都在做违法的事情 只要有人举报你们 你们全完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运营资质 他们是个游艇 游艇是不能出 发门票出海钓鱼的 除非他有商业资质 他只是个私人游艇 他哪有商业资质 加拿大交通部 怎么可能给一个私人游艇 发商业运营卖票的资质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民不举官不揪 因为人家老外 一般情况下没人干这个 所以老外就没有人举报这个事 也不知道这个事 但是我们温哥华 有很多后颜无耻的 所谓的船主船长 有几个在推特上还很活跃 你就等着出事 有一个钓鱼的人 钓到水里淹着了 他就倾家荡产 当然傻逼船长也非常贼 那个船不是他自己的 他租别人的船干这个事 然后谁把船租给他 干这个事谁倒霉 所以这个事 中国人讨厌 就有这种中国人 你知道吧 厚颜无耻 把他们温哥华 掉点里的鱼都快掉空了 厚颜无耻 好了 今天就这么说 要不然我又要骂他们了 赶紧收了工 要不然王教主又要喷人了 好了 今天晚上就还出不了门 明天早晨我就走了 下次跟大家见面 就在夏威夷了 拜拜 拜拜 来 记得点赞 要不然我骤你们